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 冰心儿童图书奖 在中国儿童文学从蹒跚起步到快速发展 再到走向世界的过程中 蒋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而且在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 培养出了一大批中间力量 2006年 蒋丰被授予世界儿童文学理论贡献奖 颁奖词中这样写道 蒋丰把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提升到了世界级的水平 那么蒋丰究竟为中国儿童文学发展 做了哪些实事呢 蒋丰 浙江师范大学原校长 教授 国际儿童文学格林奖评委 他学识渊博 著作等身 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领域的开创者 奠基人 蒋丰在儿童文学理论创作教学上创造了多个第一 他在全国高校第一个建立儿童文学研究机构 在全国高校中第一个招收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 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国际儿童文学馆 蒋丰不遗余力地推动儿童文学的中外交流 他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走出去的第一人 从他的一生中可以窥见大半部中国儿童文学史 2011年第13届国际格林奖揭晓 这是世界上儿童文学研究与推广最权威的奖项 蒋丰即两届连续获该奖提名后 问顶国际格林奖 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那么蒋丰究竟是如何走上儿童文学研究之路 并创造出如此斐然的成就的呢 蒋丰说 孩子是人类的未来 儿童文学是他们人生最早的教科书 因此儿童文学是人类最有希望的事业 我愿为他贡献毕生的心血 大家也觉得儿童文学是小儿科 但是他不这样认为 他就是觉得儿童文学事业 也是一个神圣的事业 也是非常值得去做的 而且中国儿童文学还很薄弱 需要去不断地去努力去发展它 他的这种热爱可以说是骨子里的 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 儿童文学刚刚起步 1956年 三十出头的蒋丰 被调到杭州师范专科学校 教授儿童文学课 成为中国第一批 从事儿童文学教研的拓荒者 没有现成的教材 蒋丰就搜罗古今中外有关资料 自己编写讲义 三年后 他把授课的讲稿 汇编成中国儿童文学讲话一书 于1959年出版 马上被华南师范学院等高校 列为儿童文学参考书目 这本书后来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儿童文学史的雏形 1982年 蒋丰的专著《新中国第一本儿童文学概论》出版 在书中 他应用唯物史观 对古今中外的儿童文学理论 做了一番纵深的历史考察和剖析 条理清晰地回答了 为什么要有儿童文学 什么是儿童文学 等这样一些儿童文学研究的根本问题 初步构建了三维一体的中国特色儿童文学理论构架 文学性是躯体 儿童性是灵魂 方向性是生命 这是那个时代对儿童文学这个文学门类 做出的科学辩证全面的理论阐释 具有与时俱进的开放性 是蒋丰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贡献之一 蒋丰编册自己 像陀螺一样忙碌工作 一本又一本理论著作相继出版 一部分是总结史学规律的儿童文学史类 另外一部分就是儿童文学教材 用以培养人才 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学术生涯中 蒋丰不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培养人才的系统思想和方法 除了传授知识让学生印象更深的是 蒋丰对当下儿童文学现实问题的关切 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 怀着对儿童文学深深的爱 蒋丰从未放下过狡鞭 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百花齐放 后继友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专业人才 于是离休后的蒋丰不愿意沉眠于安逸的生活 而是大胆的创新 创办了不受传统局限的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 免费招收非学历儿童文学研究生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理想信念 支撑着蒋丰对爱好儿童文学的青年人 不遗余力地扶持呢 任教半个多世纪 蒋丰 桃李迎门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 儿童文学理论研究领域的专业人才 胡奇南 王全根 方卫平 周小波等 一大批学术带头人和专家教授 都是他带出的学生 我是总觉得一个教师 应该是培养的对象 应该是清缺于难 深于难 能够做到清缺于难 深于难 社会才能进步 我是一直那么想的 所以我不怕 不怕人家比我高 因为人家比我高了 说明社会进步了 老师跟在我屁股后面有什么意思呢 我从内心觉得 我培养的人 下去能够超过我 我是最高兴的事情 1994年 年近70的蒋峰离休 真的要就此离开热爱的儿童文学事业 回家敬享天伦之乐吗 蒋峰心有不甘 我是一辈子跟儿童文学打交道 他希望能够用余生在中国儿童文学领域 培养出更多英秀的人才 他拿出自己的积蓄 创办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 与此同时 他面向全球免费招收华人非学历儿童文学研究生 他想办一个不受条条框框限制 不论国籍 年龄和职业 只要热爱儿童文学都可以来学 降低了录取的门槛 蒋峰却提高了延出的标准 学生必须自学完成六门课程 24篇作业 两篇年度论文和一篇毕业论文 而且作业和论文的质量 要达到全日制研究生的标准 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照过六八多个学生 大概发了六十多张的基研究 我是采取什么呢 宽金年车 你要进来 我都欢迎 你要接应地拿到这个证书呢 我是至少得到最低的研究生水平 所以这样子 我这一证就发得比较少 到现在为止就是十分之一左右 从1994年到2018年 蒋峰凭借自己的人脉 邀请到国内文学界 理论界和儿童文学界的专家 教授及作家们 为学员讲课 蒋峰的非学历儿童文学研究生课程 使他在离修后 仍旧可以培养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和创作的人才 继续圆着自己未完的梦 蒋峰身材高大 90岁的时候依然是剑步如飞 他说 人生为一大事而来 自己要与时间赛跑 为中国儿童文学事业做更多的事 他创办报纸设立蒋峰儿童文学奖 到各地教孩子们写诗 积极捐赠大量图书 推动私人藏书公益化 目的就是为了让中国的孩子们 都能看到更多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 满载着真善美的儿童文学 然而为了实现理想 蒋峰究竟付出了怎样 不为人质的心血与艰辛呢 由于看到近年来 儿童文学报刊 发表纯儿童文学的阵地 正在遭受缩水的威胁 以及出版市场上出现的一些乱象 蒋峰希望能够办一份定位明确的刊物 力求把主流原创与时尚 新味的作品结合起来 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审美需求 1995年6月 蒋峰单枪匹马创办的儿童文学信息报面试 作家张克嘉提写了报名 这份报纸每季度一期印刷3500份 无偿寄送给世界各地的华文儿童文学研究者分享 他集组稿 选稿 编辑 设计版面 校对 送印和邮寄于一身 全部的资金来源就是自己的离修金 唯一的助手就是相濡以沫的老伴 卢德芳 离修以后他就是完全是继续工作的状态 一模一样的 我们搬过来那个老房子 那个做的那个地方啊 好像都做出了好像两个脚印 非常非常的明显 这个椅子 椅子的这个痕迹 因为做的很长很长 这个椅子的痕迹也凹进去了 因为今年累月的久坐不动 造成腰椎短狭窄 到如今蒋峰连走路都有困难 2009年他又得了带状泡疹 由于没有及时治疗 留下了后遗症 并且严重影响了视力 一直到现在呢 他还是都很痛的 但是呢 他白天呢 他说我工作了以后呢 就忘记掉这个痛 就是晚上不工作的时候 他就会感到特别的疼 难以想象 蒋峰每天究竟是 忍受着怎样的疼痛 在努力工作 但他不敢停下手中的笔 在他心中 还有很多任务需要去完成 必须拼了命 去和时间赛跑 2016年 蒋峰申请的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年度重点科研项目 获批 这意味着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 他要完成一部红篇巨著 三百万字的世界儿童文学试点修订本 早在1992年 蒋峰就编写过一本世界儿童文学试点 然而时隔二十多年 很多内容都需要补充和完善 于是他一直找机会修订再版 人家是有功利性的话 也不会去做 为什么呢 因为编制点啊 需要时间 需要精力 牵涉到很多问题 我不做的话就没人做了 各位年轻的老师啊 我看到很多心面孔 师哥教学啊 他有那么强大的力量 他再去爱上师的话 我想对他的健康成长 是作用很大很大 对于儿童文学来说 他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点灯人 几十年如一日 热忱的默默的 把儿童文学 他的爱和关怀 剥洒给社会 剥洒给孩子 有一个那个故事 叫种树的人嘛 我觉得就是说蒋老师的 就是一个人在沙漠里面 孤独的种树 最后把那个种出一片绿洲 那我觉得蒋光老师 可能就是我们中国儿童文学 这个领域的 这样的一位植树的人 一位种树的人 真的是在一片荒漠上 似乎那个时候 你要说能看到什么 美好的前景什么 恐怕都是虚妄的 但是蒋光老师 因为有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经历 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决心 我觉得他真的是 一个种树的人 就在这样的一片荒漠上 现在也种出了一片绿洲 来让我们后来的人 得到资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tars 一颗童心到永远 蒋风终其一生在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这条光荣的经济路上上下求索 坚守与提升着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学品格 他始终坚信儿童文学对塑造少年儿童精神世界 帮助儿童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会让人受益 因而这种文学创作应当具有高度自觉的社会责任感 精神价值与美学使命 帮助少年儿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人物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